吊 吊 吊 背起來 跟線型的字不太一樣 吊 有很多寫法 上面緊 下面鬆 名 吳昌 吳浪子寫過 他的名稍微有點怪 不過因為他寫過你就照寫就好了 他的怪有好幾個地方怪怪的 第一個怪 就他這邊伸得特別長 伸得特別長 第二個 這裡伸得特別長 確實有點怪 好 這裡是蠻長的 最 最 的話 上面是個網 兩個叉叉 然後下面是個飛 可以上面緊 一樣下面鬆 這都靠得很近對不對 下面這個可以拉開的 上面緊下面拉開 下面拉開 上面緊下面拉開 中間有一束 兩棟對齊 注意對稱 這邊有一條 另外這邊中間兩個串起來 下面再一個孔 好 發筆劃多 這種筆劃多的就是耐心 這種筆劃多的就是耐心 努力的想辦法讓他對稱 努力的想辦法讓他對稱 然後攻的話重心偏上 所以上面要緊 下面可以拉開 下面可以拉開 上面要緊 好 發 音 音的話 旁邊寫一個身體的身 反身 不是正常的身 相反的身 跟那個身體的身相反 好 有 尿 尿 亂 手 用的 那麼 有 許 够紧 下面再拉开 烤得蛮近的 做一点粗细 下面要拉长了 注意见距 见隔距离 做无量只有写过 有些东西 放下 有些东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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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炒 下面有好几种写法 另外这边是长出来的 黏着长出来 当然它也有别的写法 那草的画面 这边不是月啊 这边粥啊 这边不能写月亮 它是粥 船 那这地方可以粘着 可以不粘着 这地方也可以稍微弯曲 有很多写法 有很多写法 对称 对称 这弧度要对称 弧度长度 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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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邊寫的比較窄 這個重心其實稍微偏低 因為它稍微拉長 把上面這些 這三個筆畫 拉長 所以它就會被擠到下面來了 鎚 這筆畫拉長 因為它的筆畫不多 如果被拉長的話 它就會鬆掉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用 鬆緊鬆緊的方式來做 什麼叫鬆緊鬆緊 就是這裡也緊 下面也緊 中間鬆 這樣就可以順勢拉長 不要平均 平均分配它就鬆掉了 好 再來旁邊 洗一罐上面長 下面不要擅長 這裡寫得比較急一點 空間有限 左右稍微對稱 平均分配它 雖然叫平啊 還寫點弧度啊 寫點粗膝啊 彈性啊 不要真的寫了四平八文 這樣的字啊 會太無聊了 有點弧度粗細 將 這一個弧度粗細 弧度粗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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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字在演變的過程中會有很多寫法 所以有時候 只要古代人寫過我們都會說大概對啦 除非古代人都沒有出現過 就愛不好寫 寫這麼寬是因為裡面要包覆一個新字 那你心就要寫在裡面 那你只要寫得很扁 然後這邊再拉長 好 嗯 稍微展開一點喔 因為不然這個滋味太窄 下面這個有弧度的話不是兩條線 是有弧度的線 梨的話 它的結構體跟楷書結構 不太一樣 它把水字旁寫在這裏 它把水字旁寫在這裏 原本在上面的 就寫在旁邊 它不是刀喔 它有三個筆劃 它把水字旁寫在這裏 這就是對齊 鼓勵的對齊 好 手上面是三個 線條 然後在這裏 好 手 好 手 塵啦 塵比較少 拉開其實有點鬆啦 你可以加一點弧度 好 拉開 好 拉開 加一點弧度 避免它太單調 成 好 左右邊 左右邊都有筆劃可以拉長啊 好 左右邊都有筆劃可以拉長啊 那你可以拉長長短短喔 不一定要筆劃拉的一樣長 比如這比較短 這拉得比較短 這拉得比較短 拉得比較短 長長短短 絨跟我們線型的楷書寫的不太一樣 背起來就好了 這邊 繞個圈圈 繞個圈圈 右邊的歌啊 就可以拉長了 這個兩隻是羊的腳 可以長一點 往旁邊伸展 那橫劃就不用了 靠近一點 靠近一點 好 這是羊 那下面是兩隻腳 拉長 這個要有弧度 好